好 孙利将军评估一下 这个讲得很凶 这个北约会去吗 好 另外一头就是 这个无人机可以说是 在这次俄乌战场当中大幅使用 包括后来在鸿海 这个改变了过去的传统的一个战争 那么最近CNN也报道 英国展示了一种叫做龙火 听起来名字很威 它就是一个新型的这个雷射武器 可以发射致命的雷射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很便宜 单次发射才13美元 所以对于这个无人机来讲 它可以这个有效应对 因为过去用导弹打无人机 实在是一个不划算的一个这个做法 所以每发射一次成本 过去有没有 标准二型飞弹 发射一次成本就两百万 那以后用这个龙火的话 远距离它可以打击硬币大小的目标 然后这个把这个无人机都打掉 就改变了这个防空游戏规则 你看到像这样子 大家知道这个战机很贵 一次来个十架 五架就已经很了不起 但是无人机一次可以来几十架 所以后来就是像 像 有点像打游戏对不对 打游戏的概念 对 我先讲一下这个肖茲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他说我们支持乌克兰 但是我们没有兴趣与俄罗斯交战 我觉得就像是什么 有一个猎人 他去打北极熊 就开了一枪以后旁边那个人说 我们这有兴趣装子弹跟瞄准 我们没有兴趣去扣板击 扣板击的是乌克兰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都很怕这个俄罗斯嘛 这只北极熊大概要开始反扑了 你没有把他打赢的话 他回头就是反扑 我觉得这个马克王就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对抗这只北极熊 我觉得现在的形势 好像有点类似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我觉得从方方面面来看 不管是这个美国对他的军援 或甚至于说是教终讲那些话 说你要有去白旗的勇气 我特别要说 这个当然让人家非常感慨 这个乌克兰这边来讲的话 你知道他现在要再征兵50万 因为他部队打完了 你知道这50万是 他的标准是什么吗 他有三种人可以征兵 第一种是残障人士 就是你已经 因为战场上面 你受伤截肢或干嘛 只要你还有手可以扣截 你就可以上战场 第二种人是囚犯 他也征兵 因为他征兵 第三种是女人 他现在要开始征兵征女人 我们在镜头上面已经看到 其实乌克兰有很多女性来讲的话 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 才24岁一个女兵 她已经也因此而阵亡了 这个是事实 所以说我们 现在乌克兰少的不只是男人 可能这场战在打下去的话 包括他的这种老弱妇孺 可能都要伤亡殆尽 对这份报道当中 特别有访问 就是说这个 有一个民众就描述了 他家里面 家里面这个儿子 他说就是膝关节有问题 天生膝关节有问题 但是在这次的征兵当中 五分钟就通过了那个体检 对 就还是要上战场 所以就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 我们现在来讲 亿南的标准不是也降低了吗 150公分就可以入营当义务役 也是同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当你冰原 你需要急需冰原 但你冰原又不足的状况是这样 你就最好把标准降低 那第二个我讲这个龙火 大家都讲镭射武器 我特别强调为什么镭射武器这么厉害 因为它有两种特性 是一般传统火药武器做不到的 第一个它的速度 它是光速 所以说我只要看到 我就可以射击 我不需要去算它的前置量 或者是你再快的武器 我只要说是瞄准到你 我只要一扣扳机 就是光的速度打出去 所以它没有什么这种前置量 或这种问题 第二个它是直线的 它没有 我们一般武器都是有抛物线 像枪支射击 或者是飞弹 然后干嘛 都是一种抛物线的原理 那它是属于直线的武器 所以它不需要说 我可以直接瞄到就打到 所以可以说非常的精准 也非常的快速 非常好用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它受限于什么 第一个天后 因为它是光的东西 雷射是光 它只要说有雾 或者是沙尘暴 或干什么 就会影响到它的 射击的距离远近 就会影响到它 还有它的销毁能力 那我觉得现在这种武器 当然如果说是英国说 它已经发展成功的话 我相信也有可能 但是原则上大概只限于野战防空 就是防一些小型的无人机还可以 但你如果说是要防那种 大型的无人机 譬如说查打一体来讲的话 人家在很远的距离 就已经发射飞弹来讲的话 对它这种武器 可能那么远的无人机 它就打不到了 所以有可能什么改变防空游戏规则吗 我觉得短期是一定可以做到这种 就是我讲的是野战防空 野战防空就是跟着部队一起走的 就是我这个陆军部队 我战车部队走到哪里 我旁边有一台这个防止无人机 因为最近战场上我们看到 不管是美国的M1战车 被打爆的四辆 都是无人机攻击造成的 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 以色列战争里面 它梅卡瓦坦克也被 也被击毁过很多量 都是无人机攻击的 所以他们会在上面装那个顶棚 但他们那种无人机其实 不大大概就四周 就大型无人机那种商用型的飞机 只要带多动的炸药 就可以把这一辆战车摧毁了 它只要4.2公斤的炸药 他们算过4.2公斤 就可以把一辆战车摧毁 所以说像这种小型的无人机来讲 如果说有这种新型的 这种雷射武器来讲的话 对于这些战车来讲 可以提供一个 很好一个无人机的防护 保护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关键在什么 就是说你说对大型的无人机 它在距离很远 你这雷射距离可不可以射到这么远 还有这么大的 事实上它发射就是一个能量 就光嘛 光就会产生热 它就是把这个无人机给它烧穿烧坏掉 那你在这么远的状况下 你到底可以发射距离有多远 那可能要很大的能量才可以 也就是说你要很大的电力 来提供这么大的热源 来集中这个热 让它射击出去以后 然后将这个无人机 或者是这个防空导弹 将它烧毁 那如果说人家导弹的 这种弹壳厚度比较厚的话 你的能量速度不够 或者你的热源速度不够来讲的话 在它集到你之前 你没有让它烧穿的话 那可能它对你来讲 所以这个龙火会马上搬到 这个红海去用吗 在红海我们看到 英国美国的商船都很惨 就是无人机的供给 我觉得短期之内 它目前来讲 可能是宣示效果比较大 那目前其实各国都在发展 这种雷射武器 这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如果说要用到红海去的话 可能还没办法 第二个 你知道红海现在来讲 胡塞很厉害 它现在洋言 这胡塞组织 它原来只是打红海 它原来说它要打阿拉伯海 它已经目标放在印度洋了 那它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打到印度洋 因为以它的射程来讲的话 它可以打到阿拉伯海 所以战事还是有可能在外溢 对 当然目前地球上 两场这个战争 现在进行是俄乌战争 还有在中东的战争 当然这个地表上 还有很多很危险的地方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